大家好,今天呢,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粉彩和浅浆彩方面的小知识 我们知道这个粉彩瓷器啊,它的烧灶是从康熙晚期开始的 它的工艺呢,就是绘画石,先在树台上打一层玻璃白底 在玻璃白底的上面呢,再画颜色 那么打玻璃白底呢,这是粉彩瓷器必须的一道工序 也就是说,没有一件粉彩瓷器是不打玻璃白底的 这一点呢,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有了这种玻璃白底呢,颜色之间,色与色之间的这种过渡 它就显得比较自然 相比五彩来说呢,就不显得那么生硬了,比较柔和 这也是大家喜欢粉彩瓷器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到了满清时候啊,有一种工艺是不打玻璃白底的 就是在树台上直接彩绘,然后入窑一次性的低温烧制而成 这是一种什么彩呢? 这就是我们大家通常说的浅降彩 所以呢,我们在这儿又了解了一个小的知识 就是浅降彩是不打玻璃白底的 而粉彩呢,是必须打玻璃白底的 这也是粉彩瓷器和浅降彩它们之间区别的一个关键所在 好的,今天呢,就把这个小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如果您觉得对您有帮助,希望点赞支持一下 谢谢 谢谢